老外来到了废旧汽车厂 之前进行过改装的汽车 全都扔到了这里 此时正在对汽车进行处理 各种奇形怪状的汽车扔的到处都是 毕竟这些汽车没办法上路行驶 也只能进行报废处理 老外又找来了一辆破损非常严重的汽车 把上面的轮子给安装到了面包车上 此时面包车底盘变得非常的高了 本来看着非常胖的面包车 在这几个轮子的对比下 看起来就非常的小了 这辆车行驶起来一点问题也没有 只不过感觉非常的笨重 甚至还会把汽车给切成两半 从中间把车给翻开了 在后面还安装了一个轮子 这样就能让汽车正常行驶了 只需要在后面安装一个轮子 汽车就恢复正常了 这辆三个轮子的汽车总感觉不是很稳定 生怕一个急转弯就会翻倒在地 而这一次老外竟然对着 自己仅仅用了三年的汽车下手了 还是从中间把车给切开了 只剩下了一个车头 仍然可以把车给开出去 虽然后面也在地上不停的摩擦 看起来一点也不影响汽车的形势 后面也在地上不停的摩擦 毕竟汽车的主要部分 全都集中到了汽车的前面 当踩下刹车的时候 汽车的后面就飘了起来 最终汽车还是坏掉了 用叉车给推了回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